学运发展到现在啊 简直就像是一个小政府一样 林飞凡出门呢 旁边您来瞧瞧哦 都有呢四个人来跟 而且还挂着耳机跟麦克风 俨然像是维安一样 在旁边护卫 甚至呢 还有像新闻局一样的组织 找媒体餐序吃便当来沟通意见 而组织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密 加油 林飞凡一出门排场很不一样 身旁众人紧紧跟着 把林飞凡和其他人隔开 四名男子就像是林飞凡的侍卫 有的人还挂着耳机和麦克风 相当的专业 这个光头男就是 李登辉办公室的主任 王彦均的儿子王云祥 外传他就是林飞凡的侍卫长 林飞凡去哪 他就去哪 只要林飞凡一说话 羽翼立刻同步网路直播 这也就是学运的咨询部门 不过这可不是唯一的部门 这个一场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就连代表法律的司法部门 都在这里 随时都有两名律师 20小时都待在里面 穿着袍子的律师 仿佛是真正的司法部 学生占领议会后 组织划分相当的严密 上次资讯组 掌管讯息的发布 白袍医师组成的医疗组 负责治疗一场内的学生和警察 环保组把所有的垃圾资源回收 司法组由律师组成 帮忙解决司法问题 丢热设都一定得到规矩 好好的分类 甚至还有像新闻局一样的单位 除了记者会的发布 还会邀媒体参序沟通 那我会有记者会吗 学生占领立法院 组织架构严密 就像个小政府 各个部门都到位 一路从决策圈到执行单位 全民跟马政府分庭抗力 记者陈青顺高小湘台北报道 我会邀请